一个礼拜了,憋了这么些天,谢霆锋是憋不住了,有话要说。 通讯链的小火苗越烧越旺,似乎已经蔓延到了谢霆锋经纪公司英皇的老板杨寿辰那里,为此杨老板开口询问,谢霆锋也只能开口解释,不过话不多,就说了一句楼道报。 据知情人透露,谢霆锋与周迅同住一栋大楼的房间虽然豪华,但是长期不能开窗通风,而谢霆锋有气管炎,所以根本不适合长期住在那里。 所以谢霆锋早就有了搬家的念头,至于所谓的连夜搬家毕周迅,其实只是按风水师所选的吉日搬入新居罢了。 如此没有新意的解释,实在令人失望,而露道报来形容这段匪分,也打消不了外界的猜疑。 虽然现实中,霆锋和周迅打死不肯承认恋情,但有消息透露,导演林超贤早有计划拉拢二人合作,出演他明年开拍的爱情电影, 别人都是假戏真做莫菲他俩打算反着来。 而女主角周迅方面,最近在香港亮相《窃听风云3》的拍摄片场,而根据该片出品方介绍,周迅将加盟该片担任女一号。 之前就有传言称,周迅为了防止风之复合,看谢天风看得很死,这下好了,工作场地都搬到了香港。 谢天风,人家周迅为你付出这么多,你还是认了吧,给人家个交代吗? 关键 2001 4 paral